我想你也会同意 很多思考并不发生在读书的那个当下 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之下 在无数琐碎的间隙中 没有人看得到的角落 才是许多想法和情绪 真正缓慢酝酿的地方 整个2019年读的书 也和过去任何一年读的书一样杂 但其实在这一年里 我的目光反复地落在两个民族身上 其你们可能也猜到了是犹太民族 其二是俄罗斯民族 而在这里面至少有一部分原因 我想应该是被他们经历过的那种 巨大的创伤给抓住了 先讲俄罗斯吧 其实我在二月份的时候读了二手时间 这是一本我没有做成视频的书 也是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和《心皮娃娃兵》以后 我读的第三本 阿利克歇耶维奇的即时文学 讲的都是前苏联的事情 二手时间他讨论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 整个社会的那种迷茫 怅然 动荡和不安 抛开所有理性的争论不谈 在二手时间里 阿利克歇耶维奇笔下那些当事人里 最让我感觉特别复杂的 还是那些被使代遗弃的人 就比如说这句话 一群笨蛋 他们为什么要搞革命 人们就这样说我们 但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当时那些人 有怎样炙热的目光 我们的心灵怎样燃烧 现在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先是试图快速地转型成资本主义 然后又爆发了游行 市民要求恢复苏联体制 这种好像没有折中方案的极端性 是有人说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在我后来读 《妥斯托耶夫斯基》的时候 的确好像是有看到一些这样的影子 比如说你看群魔 就好像一个人被某种思想捕获以后 他就一门心思地在这条路上往终点狂奔 哪怕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我新年的第一本书是《罪与法》嘛 主人公也是有一点这样 就是极端的善和极端的恶 会交替出现在他身上 所以我说的被时代遗弃就是 就是你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了某一种信仰以后 被迫要求接受整个社会的这种180度的大转弯 我前段时间补完了一个纪录片 叫《生于苏联》 是俄国版的人生七年 他们就找了十几个出生在前苏联的孩子 然后从七岁开始每七年拍一集 2019年如果他们有拍的话 这些孩子应该35岁了 是不是还挺惊讶的 就前苏联根本没有那么久远 然后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就常常想起二手时间 因为如果按照时间来算 这些孩子差不多就是 二手时间里受访者的下一代 或者下下一代人 他们对于苏联的记忆和情感 其实已经非常淡薄了 但是你却能从他们的成长经历里 看到苏联解体以后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给他们的个人命运带来的 深刻的影响 俄罗斯也在我去年读的 另一本社科类图书 《阿拉伯的劳伦斯》里出现过 就一战开打的时候 协约国里参战的还是沙皇俄国嘛 然后一直打到1917年 因为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 沙俄就变成了苏俄 苏联就向全世界公布了 帝国主义签署的邪恶条款 然后宣布退出了一战 总而言这就是 无论是读书也好 纪录片也好 我发现我现在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从沙俄一直到苏联解体 这段时间里 俄罗斯在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和演变 以及他们跟俄罗斯在这段时间里 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之间的联系 然后在这方面其实还挺幸运的 因为 托斯托耶夫斯基所在的沙俄时期和苏联早期 都是俄罗斯文学特别兴盛的年代 所以应该是有很多好书可以读 然后我自己也算是从经典名著入门嘛 尤其是那些传统的长篇小说 就读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特别怀旧的感觉 所以今年就从罪与罚开始 应该也是会继续关注俄罗斯 刚才说了俄罗斯嘛 那去年我另外一个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犹太人 这个兴趣完全是始于阿摩斯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 我已经在好几只视频里三番五次的Q到这本书 年初读完以后 我在六月份的时候又读了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 然后在七月份的时候读了他的小说 我的米孩儿 他的书首先写作功底就非常好 因为奥兹自己也读过很多书嘛 他有能力去驾驭文字在不同层次上 给人带来的审美的享受 就我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去搜一搜 我的米孩儿的豆瓣书品 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言情小说在读 就在那分析这对男女的感情跟性格弱点 然后感慨一下 爱情跟婚姻真是不能长久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故事 比它看起来的要更复杂一点 如果你能透过这个故事的表面 读到它更深一个层次 你会体会到巨大的愉悦感 这也是奥兹成功的地方 就如果我斗胆说的更夸张一点 是所有迈入经典门槛的艺术作品的共同特征 就是说无论你是哪一种阅读水平 或者来自哪一个文化背景 你都能够在某种程度或者从某一个角度去欣赏它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其实有很多的笔记 因为和视频主干关系不大 就没有办法能够分享给你们 比如说像下面这句话我就真的特别喜欢 但是爱并非你所选择的东西 你抓住了爱 像患上疾病 你陷入爱 像陷于一场灾难 话说回来就是因为 奥兹能把犹太民族这样沉重又伤痛的历史写下来 因为你能从书里读到这样的历史对他的家庭 对他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就会特别同情吧 就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 可能反而意识不到痛苦 反而像奥兹他写到说 他在基布兹 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 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 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他写这样一个句子我就特别感动 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人身上他背负了一些什么东西 年底时读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可以说是从更多的视角再来看中东历史吧 这本书的主视角是大英帝国和阿拉伯人 但是犹太人的视角以亚伦亚伦森为代表 在书里面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甚至说是其中最具有悲剧性的人物也不为过 那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讲 一战怎么造成了当今中东世界的格局 奥兹的书从他的祖辈开始讲起 主要是围绕二战前后 以及以色列建国的历史嘛 然后我之前其实还读过一本黑棋ISIS的崛起 是一本普利策讲图书写的也非常好 讲的是21世纪恐怖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些书综合起来 相当于是我在慢慢构建中东 从一战到当今 这整个的时间线和英国逻辑 然后这条线因为离现今更近一点 所以我觉得多知道一点还是挺有意义的 其实哪怕是在纪录片剩余苏联里 都还有犹太人的影子 纪录片就拍到了一对出生在苏联的犹太人双胞胎 他们小时候说俄语就伪装成跟周围人一样 但是全家在七岁的时候移民了以色列 这两个孩子到了以色列的学校 因为说俄语被周围的同学排挤 整个青春期最担心的事情是巴以局势 成年以后姐弟俩又都去服了兵役 所以你就又一次看到 历史在个人命运上留下的烙印 对于这些书我还蛮高兴的一点就是 他们把我的目光向外引导到 世界历史中发生的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上 就让你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 跟更广阔的世界产生的联系 这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就还挺想去耶路撒冷的 你就真的很想去看看这个城市 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跟你的想象是不是一致 还是怎么从历史中或者书上的 那个样子走到了现在 那2020年会读一些什么书呢 我不知道 我看书没有什么计划 就比如说像去年虽然我读完群魔 就觉得哇 投诉我FC牛逼 但是也不可能马上就去读下一本 因为总想要休息一下 然后换换口味嘛 今年其实也读了很多 没有能够像这支视频一样 串起来讲的好书 并不是说在我心目中他们的地位就更低一点 不是的 但凡我做成视频的都是想要安利给你们的好书 很感谢你们陪伴我容忍我 一起度过了2019年 上次有粉丝开了一个读书群 不知道大家玩得怎么样 应该没有那么快解散吧 希望新的一年也有很多的好书可以读 然后有更多的思考和新知值的我们交流分享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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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